來 左手邊 左手邊 左邊這邊再一次 左邊這邊 可以清一下獎盃嗎 不要 不要 最後讓你去 可以打槍嗎 可以打槍嗎 可以打槍 這個時候通常我們會選擇哪一顆鏡頭丟過去 我不敢 因為我這個鏡頭很不貴 來 左邊再一次喔 來 左外野 來 左外野 來 左外野 來 右邊 來 右邊 來 右邊 來 左邊 這邊啊 要不要進一下啦 好啦 各三個 因為我各兩個沒拍到 各小之樂 OK嗎 那我們請第三麥克風 我們再請一分來 我們比較演喜劇的講說 小谷的喜愛比較有反應 只是接稿 不要想太多 我覺得路更長了 應該可以更細血潮流吧 看到江湖南是在一個黑色的調性的電影 喜劇節奏也是男的 黑色的調性是一個跟你以往比較不同的路線 而且一次又要串三個角色 其實對你來說的挑戰很大 我認為我們想像多做女演員不見得演繪姬 那當初你是懷著什麼樣的心情 請接下來這一題 非常地單純 就是我喜歡這個劇本 然後很難得千載難逢的角色 所以我很想要參與 其實就這樣子 我沒有想到其他藝人本身的條件 就是我會有什麼樣的抗拒或機會 那都是沒有想到的 我只想要參與這部分 所以好的劇本還是最重要的 對 尤其是我們都不難得的角色 那你剛剛聽到你得獎的時候 有沒有第一時間最想要跟誰分享你的獎 我剛剛很空耶 因為前年我頒給小柔的時候 其實我非常激動 一直到走出去我都覺得很興奮 就是江湖南是拿到了第一個獎項 然後現在自己拿就覺得好空喔 就一切都很空 所以我就想說我剛剛是不是有漏掉謝謝誰 結果我已經漏獎了 因為我真的沒有準備 你要不要拍是不是 我想說謝謝我的對手演員龍哥 還有男主角邱哲跟黃迪洋 對 然後還有黃尚合啊 這些這些對手演員們都很棒 然後還有很重要的就是幫我配音的陳家葵 他幫我完整了一個第三鏡的角色 真的很謝謝他 太好了 恭喜一題 謝謝 謝謝 謝謝